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三单元贵德依上道 九十一 昏自揉而动以刚 自敬而得方 含万物而化光 昏道其顺夫 成天而实行 这条出自于建一周一 化光是德化广大的意思 昏卦六窑皆因 自揉 但一有所动 便显示出刚见的特性 它的形态是自敬的 但是具有方正的德性 含量万物而德化广大 昏道是如此的柔顺 它总是顺存着天道而行 随着时节运转不息 那我这一条讲的就是这个 卦象 空卦 属于阴 六窑皆因 那么阴属于柔 柔顺 但是它一有所动 它就会显示出刚见的一个特性 它的形态是自敬的 但是它具备有方正的德性 所以这个昏 含量万物 它的德化很广大 这个昏是柔顺 它总是顺着这个天道来应行 那这些我们对应在人的方面 那么女子属于坤 她的德性是柔顺 太上感应篇讲 这个男不中良 女不柔顺 那么女子是代表坤 所以她的特性是要柔顺 如果女子不柔顺 那就不对了 柔顺是女子的德性 所以她能够 这个含量万物 德化广大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